两年一度的巴黎车展一号正式开放民众参观 各大车厂纷纷推出新车同台较劲 德国福斯在历经排放造假丑闻后 策略转向研发电动车款 不仅在展场内展示新的概念电动车 还宣布将在2025年以前 推出30款电动车抢工市场 而宾市B&W也都发表新款电动修旅车 要在未来和特斯拉一较高下 电动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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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 虽然各家车厂积极研发环保电动车 但旧有的柴油修旅车市场并没有受到太大打击 外界期盼已久的奥迪Q5终于亮相 英国豪华房车大厂Jaga也推出首款修旅车F-Pace 希望狭带品牌优势打入修旅车市场 车展上还有一个吸睛焦点就是各家车厂推出的豪华跑车 法拉利即将迈入创厂70周年 特别推出限量209台的黑色产棚超跑 一台要价超过6000万台币 而法国自家的雷诺车厂虽然过去在概念车上没什么亮眼表现 但他们今年发表的超跑概念车将引擎盖和车顶整合 前卫造型成功吸引众多摄影师目光 专家表示今年有越来越多车商推出电动超跑概念车 显示各大车厂都希望能在外观性能与环保节能间取得平衡 创造一个永续发展的未来